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弟弟就是Football Video Support 就是FVS 我都要记忆那个犬法 最重要的是 现在这一项全新的技术 其实是一个粗略简化版 是不是属于一种技术倒退呢 为什么会有这一项技术呢 因为他所牵涉到的摄影机 人手是减低很多 成本脾费减低很多 其实现在全球这么多个国家 有足球比赛举行 但是不是每一个地区 都能够承担得起VAR系统的经费 这个也不可能 国际足协是每一个地区都能够照顾得到的 所以也得到这些国家的一些回应 我们做不到的 但是也想与时并进 可以有一个比较简略的方法 但是这个简略的方法 最重要的是 在出发点上 那个主客位置 是对调了的 这个就是Football Video Support 你可以说是好处 而最重要的是 我今天立了几篇报导 去综合和大家分享一下 都是来自今年的 包括早到今年的五月份 因为五月份对于这一项技术来说 其实是一个重要的关卡位 一会儿会说 而最重点到最后 就是告诉大家 他有可能是完全取替VAR的 这件事就是我们容后再谈了 我觉得真的推行了没有多少年 如果又被完全取替的话 那是不是某程度上一种浪费呢 或者同样可能会遭到很多 另外一方面的批评 这项最新的轻量版的技术 那刚才我说了那个原委 那为什么会催生出来的呢 事实上也是得到这个IFAB 一个国际组业理事会 那个资讯小组表现出来的兴趣 以及2023年上面 IFAB所开的年度大会的时候 批准了测试使用 这一项最新的重放技术 那这个技术最主要针对的几点 当然是否入球 又没有入球 是否属于12码 是否一个直接的红牌 当然那些两王一雄一他有同样不计 这一方面呢 我就有点争议过人 以及一个身份的错误确认 即是原本是被15号的 认错了另外一个差不多样的人 比了另外一个 过去阿仙奴某场比赛 杰比斯和张伯伦也曾经试过 出现这个这么搞笑的情况 那种种啦 你可以说大致上都跟VAR的判决 不过呢 是什么时候去看的呢 就不是球证主导的 是两队的主教练去主导的 那两队的主教练呢 就是万一位教练 刚巧那场球被罚停赛 那就是要归纳当时 在球场旁边的技术指导区那里 当时站在那个位置 那支球队最高阶的职员 你可以当作副领队 他都可以提出一个审查的请求 但这个审查的请求 就是你见到事件发生 你觉得判决有问题 你就要立刻的了 那当然了 我们可以在意料当中 就是90分钟吹完 还不怕你 看回上半场的事情 就不可能的了 那第四球证呢 就将会通知球证 主球证 过来去看片 就是那个审查的请求 那球证就将会去到 那个球证的审查区 那简称就是RRA 那就看回片的 那这些片呢 是有个操作员 就负责操作 就给球证看的 不过那如果呢 比如说是有某对教练提出一个请求 OK通知了 我想通知球证呢 但是球证是在运动的 比赛仍然在运动的 比赛仍然在运动的时候呢 就要当球证处于一个停止的状态 就是或者是出街啦 或者是一个停顿啦 或者是球证去到一个 大家五波增逐的一个区域 大家在追着球证 那可以在中立地区那里 那球证也是可以吹停比赛的 而去看回片 同样啦 球证欣赏到的片段 我说欣赏 同样是来自不同的角度 但是呢 不过呢 那些角度呢 就将会少一点的 就是没有VAR那么丰富的 因为呢 根据报道所指呢 这个系统呢 就应该是最多 只有四至五部的摄影机的 那其实都很符合一些 不是最发达的足球地区国家的 五同英超 是不是 分分钟超过二十部机 那真是 他们准备不起的 也都是这么多的人手 那换而言之呢 这个Football Video Support 其实提供的数像画面呢 相对地 也都是很有限 那同样啦 看完片之后呢 有些什么要求 当然都有规矩的 看完片的决定就是这样啦 停了一场比赛 再开一场比赛 再开一场比赛 就没办法更改这个决定了 那这个现在VAR也是 是吧 不过看完片之后 球证会觉得 如果这个 不是一个这么明显的犯规 或者根本就明显不是犯规 那他本身的原判呢 他是可以坚持的 就是说出了去看片 不代表要推翻 这个就不是100%的肯定的 那你会说 哇 如果教练不断地要求看片 还得了呢 那我相信不少的球迷巴打 都会 看过那些的报道 或者一些建议阶段的时候 就建议每个教练 都可以每一场波 都可以提出 两次的请求 那事实上 现在这一项技术推出来 那我看过几篇的报道 所形容所说的 那个标准 都是每一对波的教练 都是两次的 那当然呢 两次过后 就没有了 所以就真的要善于 运用这一项的 那个审查的请求 那两个系统 Football Video Support 和这个VAR 那个系统上 根本性的不同 因为呢 没有影片比赛的 一个掌握的球证 就是VAR 都有主球证和旁证 那这个Football Video Support 就是没有的 那不过这样 这一篇的报道里面 就说明呢 国际据协 就并没有打算 利用这个Football Video Support 就完全取代这个VAR 又是这样的 万一这一项技术 Football Video Support 哎呀 这么简单 简单这么多 都会出现故障 那怎样呢 比赛的时候 就一定要通知 双方的主教练 和球队的队长 也都将会在这个 没有这个Football Video Support 的技术支援下呢 继续进行比赛 其实五月份呢 就有一个叫做 Blue Star 男星的国际足球青年錦标赛的 那 那 当中这行赛事呢 就是 运用这个Football Video Support 的一个士金石 那还有其他比赛的 那等一会再说 那当然啦 虽然说是一些青年军的赛事 但是始终呢 都是一个有竞争性的比赛 那利用这些比赛呢 去测试一些新的系统技术呢 都是不错不错的 那到底呢 这一项Football Video Support 的技术 到底一定要用到 多少台的摄影机呢 那这篇文章就说 四台呢 四台的摄影机呢 无论是 你说是人手操作 或者是自动化的都好 那根据呢 五月份所举行的Blue Star 一个国际足球青年的錦标赛呢 用过两种不同的摄影机的设定 第一种 就是三部摄影机的 但是三部都有人手操作的 就是有三个CAMERMAN 一左右 一个就是中间 那另外呢 另一种呢 就有七个镜头的 但是这七个镜头全部是自动化的 那当然啦 因为多了几个的关系呢 那就能够更全面地兼顾球场 其他的角落 不过是七个而已 那到底现在有没有一个正式 说拿出来用的了 实拿实似的困下去呢 这项技术呢 没有 没有 未做足决定的 那仍然要等待 可能各项的测试 或者是开会研究决定 那但是总而言之呢 我觉得国际足协这一次呢 这件事 虽然几个月之后 几个月之前是吹过出来 但是当时仍然是未受到太大的关注 那去到这个国际赛周期呢 那当然大家媒体也都要找一些 题材话题或者新闻 那或者这项的技术 也都是进一步 差不多时间呢 又可以提供一个新阶段的资讯 给各位球迷知道 那所以去到现在 十一月份呢 半年之后了 那又有 近这几天里面 不同的媒体也有报道这一项的新技术 那另外一篇文章报道呢 甚至乎 就是这个U17和U20的 女子世界杯那里呢 就有尝试去应用过的 那而国际足协球证的负责人 哇 这位大名鼎鼎的光头佬 哥连娜先生所说 那大家相信 没有球迷会不认识他 这个人物就真的是 那他说 我们刚刚才开始这个测试 以及进行一个彻底的分析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还未注意到 有些什么太大的惊喜 那但是 国际足协将会向这个IFAB 作出报告的 并且要求继续尝试 那现阶段呢 国际足协希望在未来那几个月的时间里面 再次得到IFAB 国际足协理事会的批准 开始在其他的一些 我想是国际赛事上面 使用FVS这一项的工具的 那2025年的话 相信大家会看到更加多 运用这一项工具的比赛了 所以不如这样 既然那些欧国联 或者是一些的 明年夏天举行的 世界冠军球会杯的赛事 都为人所救病的 经常说太多的比赛了 那为了令这些比赛 不要被人说太多余 不如就将这些新的系统技术 不如赋予下去试一下 索性 而且那些是属于成年级别的赛事 有很多有经验的球员 相信主要的用家 其实最主要的 或者全世界的球迷 观众看的 都是看这一班人 这班主要的球星人物 是怎样去适应这一项技术 运用在他们身上 那会不会好些 最后来到另外一篇 就是ESPN 这个应该是11月12日的报道 这里指出 VAR系统 如果被FES代替 也都是为教练提供了一个 质疑决定的机会 那我觉得公平的 我自己觉得公平的 那在今年的U20 U17的国际足协的 女资世界杯上面 已经有使用了这个FES的技术 那也是 三月份的时候 其实就是去年 也都是批准测试去应用 这样的 好了大致上 我形式差不多了 我相信真的要等更多的比赛 利用这一项技术 以及最后是否能够完全取到VAR 这样才能够判定 这个系统又是否更加好呢 还是只不过是 介乎是有VAR 和没有VAR之间的那一层 但我自己对VAR的运用 我觉得是有点可惜的 事实上有这么充裕的镜头技术 但仍然是不能够运用到最好 这是事实 我自己 有我自己的角度看法 这个同样也是讨论 你是不是接受 就是各下的事 首先一件事 我觉得 无论是直接红牌 那你要看VAR 或者是两王一雄 最重点 我认为 只要是牵涉到最后 有球员被逐的 有球员被逐 无论你是直红 或者是两王一雄 其实都影响了比赛 对不对 如果你的两王一雄 是发生在上半场 三十分钟之前 同样是影响巨大的 对不对 即是有超过六十分钟 将要踢少一个 可能是某一队 我觉得 只要牵涉到有球员被逐 都要看VAR 直红 直红 就是看那个是否红牌 如果两王一红 你就看第二个红牌 就这么简单 其实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去运用呢 有没有可能是VAR和FVS 同步推出进行呢 有些就只是用FVS 有些是两个技术一起用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 应该不大 如果是这样的 就炒了 真的 可不可以有一个折冲的办法 就是 当中你都可以给回 VAR继续行 但是你给每一队的教练 有两次的 复核上诉的机会 行不行呢 使用方法是同样的 不过看你VAR提供的镜头 其实这样对教练的要求来说 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好的 因为为什么呢 你始终VAR 你提供的镜头角度 多了很多 你多了很多部机 你多了十多部机 对不对 我提出一个复核要求 但是 只要玩四五个角度 的镜头画面 其实我也可能是不清晰的 我提出了 叫你看一个不清晰的回方片段 那有没有帮助呢 相反 如果是VAR提供的片段 不过我教练 我是可以提出一个 审查的要求的话 那对于我这个审查的 那个要求上面 那个有效性 或者那个 你当成不成功 可以推翻求证的决定呢 这样 我也相信成功率 都会高一点 就是这样 但是你说 这个FES呢 就保留给那些少少 资源没有那么充裕的地区 不过如果是这样 到时又会有两套系统出现的了 都 都 挺麻烦的 但是你说如果用个简化版 去完全取替 现在这个的精良版的话呢 我又觉得有些本末倒置 现在越来越 推出多些东西 但是 首先 从本意出发 我是欣赏国际足协有这方面的推进的 起码真的能够照顾到一些 其他的国家足球地区 这个是最好的地方来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如果现在你当VAR是不会被取替的话呢 就不如索性里面加多一项 就是说 给教练在每场波提出两次的要求 如果你问我 我自己加上我自己的那一项进去 就是 牵涉到但凡是有球员被逐的话 我不管你是一只熊 或者是两黄一熊 两黄一熊 你就看第二面黄白了 因为 球员被逐是很大的事情来的 就是这样 今天就约略了 现在的资讯和资料 只能够说到这里 大家一起去讨论一下 今集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